補跳聲在深圳響起 過千人在華強北路賽格廣場集合 雖然出發前公安嘗試驅散人群 勸喻他們離開 但民眾很快就再次聚集 他們分成多個隊伍 往羅湖方向行走 不少有人手持國旗、標語 一路高唱國歌和叫反日口號 沿路都有大批公安維持秩序 協助遊行人士開路 又用揚聲器呼籲群眾保持冷靜 不要採取過激行為 其間部分人情緒激動 在路上焚燒日本國旗 當遊行人士逃經一間門外 掛上了中國國旗的日本餐廳那陣 情況還一度失控 有人嘗試衝擊餐廳 防暴警察趕到現場 捉成人免制止 之後有民眾說收到消息 懷疑有示威者被捕 遊行人士一度包圍有兒男女的派出所 要求放人、場面混亂 派出所的公安向民眾澄清 一切都是謠言 請大家保持客製和冷靜 南湖派出所並沒有抓人 謝謝你們 有民眾呼籲要理性愛國 至於星期日出現混亂的 深圳市委辦公大樓 和日資百貨公司西武 附近都有大批武警和特警 持頭盔、盾牌、戒備 並沒有出現嚴重混亂的場面 香港粉紅的事記者王嘉林報導